我们的时间已经到 要开始今天早上的周会礼拜 请奏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来听上帝的话 诗篇第四篇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成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益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这时候我们要来唱诗赞美主 好,我们来唱圣诗四百五十二首 兄弟听头哪会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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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是乐悼者 变我非美少快乐 无我跟他说话 因为我在三心的教授 哪七心我可会在一半生 会无声少高陶一夜 会无声地忧愿 会听声是三桂一天 一声一管一担 全鬼也将命万不天 无路也命无耍 因为我在三心的教授 哪七心我可会在一半生 会无声少高陶一夜 会无声地忧愿 阿们 这时我们要来祈祷 慈悲怜悯的上帝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称颂你 主即便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感谢你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周四的清早 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 主我们需要仰望你 主在一个这样子急难的情况下 主耶稣 我们要向你认我们的罪 主实在 当这世界所有的活动都禁止的时候 主我们反观自己 主我们里面还剩下的是什么 主我们里面有你的公义吗 主我们里面有你的爱吗 还是我们里面充满的是自己 为自己追求 我需要 享受 荣耀 富贵 民生 主感谢你赞美你 主你允许肺炎的疫情发生 主我们相信背后仍然有你自己的美意与带领 主求你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时常可以呼求你 主让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我们是卑微的人 主我们真的像刚刚的师哥所说 若不是你的恩典 我们这样子卑微像灰尘一样的人 早就灭没 主当我们都每天都要戴上口罩 随时戴上口罩 主我们才知道原来呼吸一口空气 能够自由吸一口气 是何等的宝贵 主耶稣我们也缺水 电也不稳定 主耶稣这一切都让我们再一次思考 主我们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人 主耶稣我们需要倚靠你 当我们看到这世界创造的奇妙 但是因着人的自私 环境的破坏 很多事情 灾难各方面的反扑 主我们真的是要向你认我们的罪 主我们真的是没有认识你 我们甚至是故意忘记你 主求你赦免我们 叫我们的心忧伤痛悔再来寻求你 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掌管 大自然的一切 风 雨 还有疫情 主都不能够胜过你 主我们在这边 我们为台湾来恳求你 主求你帮助台湾 真的有机会可以恢复 百姓可以来认识你 可以归向你 主也为我们台湾目前 在从事很多防疫工作的工作人员来祷告 主愿祝福台湾各地的医院 主能够有足够的恩典与智慧来抗疫 主也保守当中的人可以有平安 这当中染疫的人或经历死亡 或经历有一些病痛 主求你恩典 主叫我们能够经得住 你这样子的考验 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齐心向你 主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如果你不帮助我们 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愿你帮助我们 谢谢主赞美主 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这时候我们要来读圣经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五节 由我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七到十五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 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深处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以上 接下来我们要请一部牧师来帮我们正道 他今天要正道的信息是 从知道到遇到 我们请一部牧师 亲爱的同仁们 大家平安 其实要来到这里是有点害怕 那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也打电话给主任说 真的要过到总院这里来分享 来主理这个周会礼拜吗 那主任给我的回答说 对你要来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打电话给主任 是因为 我先生在礼拜天的晚上 因为看到彰化有疫情 所以就说能不能跟主任商量 能不能不来 张记这个地方 那 但所以礼拜一就通了这个电话 但是 当我在 接下自己想一想的时候 我们南投基督教医院的院长 也是进出在我们的总院跟 南投基督教医院 还有我们的处长 还有一些支援的医师们 他们也是来往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 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 我释怀了 那昨天 我女儿又打电话给他的爸爸说 能不能教妈妈不要到总院 就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 看到这个疫情 看到彰化有这样的案例的 有这样个案的时候 其实 对一些 家庭 有家庭的人 他们总是担心我们 在医院的人 总是担心我们 在医院 会怎么样 所以 我的群组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 好朋友就说 你还好吗 你好吗 好 常常就赖这些 你要小心喔 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喔 就是很多 关心我的人 会这样子来 所以 其实在我们的 在我们目前的状况 我不晓得在座的 我们的同仁们 我们的心境如何 那我希望说 从这个 今天的圣经故事 上帝的话语 给我们一些些的一个 一个力量或是平安 或是让我们再思考说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 约翰福音四章七到十五节 有他的隐忧 有他的担心 有他的害怕 他害怕些什么 他害怕些什么 那因为 因为 对犹太人来讲 以色列来讲 他们对撒玛利亚人 看不起 所以呢 撒玛利亚人是混血 他 所以他对 对他们来讲 他这个 他本身的 他本身的 他本身就会 被看不起 被看不起 所以 从小就觉得 有这样的一个协同 然后就没有什么自信 然后被五个丈夫 遗弃或是死了五个丈夫 可能会被人家嘲笑说 他是一个客夫 那 为了生存 他可能现在跟一个男人同居 所以在那个时代 一个女人 面对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经验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 应该是会 被指指点点 所以 人们可能 不想跟他接触 或不想跟他说话 所以 他就会 有这样的害怕点 在他的内心深处 想一想 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 被什么样的 牌制的经验 或是 在这个 这个接骨眼的时候 哈 你是护理的眼 哈 你是在医院上班的人 或许人家开始 会跟我们 有一个 保持距离 或是有一种的 就是很担心 就好像 我的家人 就好像 我的好朋友们 也担心我 在医院上班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心境 那 这个撒玛利安妇女 她面对 她的生命 她面对被人家 被人家 就对她来讲 就是 她蛮 心痛的 可能会偷偷的 掉眼泪 可能会常常 为自己的敬意 会不舒服 或是 生气 这个妇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 为什么她会利用中午的时间 来打水 因为她害怕 因为她不想跟这群人碰到面 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 所以她利用中午那么热 然后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她出来 而且是偷偷摸摸的 而且是不想让人家看到 所以她在这个时候 她来到井边的时候 一个犹太人的男人 就是这位主耶稣 来 竟然跟她说话 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讲 哇 这个人 怎么跟我说话 怎么跟我说话 所以这也是让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感受到说 哇 我是一个 血统不纯正的人 我是一个被歧视的人 我是一个被看不起的 被人家自己点点的一个妇人 竟然她是犹太人 她竟然坐在这里 她竟然跟我说话 所以这个妇人 她想要打水 可是耶稣跟她说话的话语 在跟她说 如果你喝了 如果你喝了 我所给你的水 你就永远 你就永远不渴 所以这个妇人她觉得说 哇 这么好 我就不用 不用 是中午的时间点 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她这么 如果耶稣能够给她 这样的一个活水 是一个流动的水 那妇人就觉得说 哇 那不是对我来说是更好的 更好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结果吗 所以这个地方 牧师想带领大家 来想一想 就好像这个妇人被耶稣吸引的是 她想要知道 耶稣的活水在哪里 她想要知道 她想要得到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座的同仁们 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可能我们最需要的是 我们的物质充足 我们可能最需要的是睡眠 我们可能是需要的是 孩子不必 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孩子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先生 我们的丈夫 能够对我好 能够在乎我 但是 其多时候 可能牧师的分享 或是告诉你说 会对我们说 爱跟饶恕 你需要的是爱 你需要的是原谅 你需要的是彼此扶持 那对我们来讲 好像有一个一段的一个思路 所以 撒玛利亚的妇人 她想要解决她口渴的问题 但是耶稣 她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耶稣直接把她心中 那种真实的渴望 那种心中真实的渴望 直接的说出来 这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的 耶稣跟她说 叫你的丈夫出来 到这里来 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 夫人就说 我没有丈夫啊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那你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哇 夫人吓到了 最不想被人家知道 我们都会把我们最最最最 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都都埋在心里面 最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是 心中最痛的 最痛最难过的事情 怎么会被发现 怎么会被发现 所以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马上就把话题转开 她不想再进到更深 不想再让耶稣 再更深进步到那 她内心深处的 真实的一个痛在那个地方 所以妇人就说了 先生你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 你们导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说 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降到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降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就是要用心灵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人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用心灵用诚实 不是用各种的善行 或是各种的一个讨好 而是说是啊我愿意 我用我的诚诚的心 我相信你你可以帮助我 我相信你 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 你会带领我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知道说 这位创造主 这位主耶稣基督 他是查看人内心的上帝 就好像当这个妇人 根本都还没有把他 把他最深的那种痛处 耶稣把他说出来 耶稣把他说出来 其实是要帮助他 这也是在我们悦目部 我们在临床 我们在跟这群生命默契的病人 在谈话的时候 督导一直提醒我们的是 我们怎么样在谈话的当中 将他的生命内在的那种痛处说出来 然后帮助他 能够有在一个依靠 在面对他的生命的终点 在面对他的人生的道路上 他可以有一个依靠来帮助他 有一个灵性的平安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在思考的 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这个妇人的需要 他知道这个妇人 他内心深处的痛处 虽然这个妇人要水 耶稣没有给他水 虽然这个妇人很需要的这个活水 当主耶稣说我可以给你活水的时候 他这个妇人是多么渴望得到这样的 耶稣没有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反而点出了这位妇人心中的痛 为什么 他想要医治 他想要帮助 他想要让这位妇人得到医治 得到完全 这也是我今天用这一段的圣经故事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在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在我们面对我们心中所害怕的时候 有一位主耶稣 他愿意点出我们最深最深的痛 但是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亲爱的同仁们 主耶稣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的是什么 就算是我们不说 就好像这个妇人她不说 但是耶稣知道 她点出来了 妇人希望 从耶稣这边得到生活物质上的满足 满足她的口渴 她不想要去思考说 我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疫情可能会帮助我们 就好像我们师会刚刚 家庭刚刚帮助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再思考 到底我们内心甚至真正的口目 真正的想法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或许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份爱 让我们有一个勇气 让我们有一个智慧 让我们有一个信心 一起在这个时刻 摆上我们的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跟价值 所以 井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相信 如果上帝不能改善我的生活 如果上帝不能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 如果上帝不能使我很幸福 我干嘛相信 对不对 我干嘛相信 我在乎是我生理的满足 我自己 今天很多人只在乎我们自己 但是 这个妇人遇到了耶稣以后 她第一件发现 哇 她从小 她所读到的经文 长大以后 让她难过 让她做到这个不堪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没有阻挡她 没有阻挡她 能够遇见这位救恩 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位不是在她的计划里面 她只是想要偷偷摸摸的去打水 但是 没想到 她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这个救恩 竟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来到她的面前 她整清以为说 这位上帝已经不记得她了 这位上帝已经放弃了她了 所以她在受伤 她在流眼泪 被人指指点点 被人讨厌的时候 但这些事情 圣经上说 这个救主 实实在在 来到她的面前 遇见耶稣时 她发现 这个问题 不再是重要了 重要是这位 所以主耶稣 这个救恩 救在她的面前 比她的问题 比她的面子还重要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 知道耶稣 耶稣站在她的面前 让她知道 重点不再是她不堪的过气 而是这位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重点不是在因为她被人指指点点 没有自尊 没有自信 而是主耶稣来到她的面前 要满足她 满足她的生命 重点不再是没有人爱她 而是主耶稣来接纳她 来赦免她 来原谅她 来接纳她 亲爱的同仁们 问问自己过得好吗 或许觉得自己不够好 耶稣说我来 就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他可以穿越我们的怒气 我们可能现在在怒气过程当中 他会穿越我们的眼泪 我们的失望 我们的无助 他愿意这个时刻 在你的心中跟你说话 小子们你们饿了吗 你们有吃东西吗 你们好吗 你需要这份爱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 萨迈利亚的妇人 遇见了耶稣后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 她还是要打水 还是要 她还是要吃饭 生命中的伤动有没有改变 她可能会不知道她的选择是什么 但是我们在 如果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圣经故事 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说 她丢下水罐子 然后往城里去 对别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说来说醒的一切 都说出来了 莫非他就是基督 亲爱的同仁们 我们这个时刻 我们是不是也愿意 让耶稣的爱来帮助我们 可能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的需要 但是 我们身为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同仁 我们的张基精神 爱上帝 爱土地 爱人民 爱自己 当我们再次思考的时候 这个困境 这个困境 我们是不是要放下 我们自己的习惯 或是冲出我们的安全地带 或许 就好像一百二十五年前 兰大卫医师 他冲出了他的安全地带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是告诉我们 有一位神非常爱你们 台湾人 有一位神非常爱我们 就借着医疗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将上帝的爱 带到我们中部这个地区 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在现在一百二十五年后的我们 我们如何继续的 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知道了 我们服务了四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我们常常参加 夜幕部所办的各样的灵性课程 周会礼拜 一直知道 这位主耶稣 他一百二十五年一直在我们这里 一直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愿不愿意遇到这个爱 让他来帮助我们 让他来帮助我们走过 这段疫情 我相信 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 感谢上帝 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思考 这个圣经故事 也相信上帝这个时刻 也愿意告诉你说 他从来没有忘记你 他一直在我们的当中 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牧师 一直想要唱这首诗歌 不变的爱 不变的爱 让这个不变的爱 牵着我们的手 走过这个疫情 也让我们相信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有这个专业 成为我们台湾人的祝福 不让你揪我的手 不听你声声呼唤我 迷失在这花丝里 却一个梦 直到心破碎了 直到梦褪射了 直到梦褪射了 我好想回到你 怀抱中 带着满身的无悔 想着你 想着你是否见到我 却看见你张开手 在等着我 没有人能想你 无条接受着我 才明白有了你 我已足够 我终于敞开自己 冰封了好久的心 回到你的面前 静静静靠靠在你怀里 你依止我的伤感 填满我最深的口径 你依止我的手 不听你声声呼唤我 大声依止我的手 迷失在画画世界 对一个梦 直到心破碎了 直到梦褪射了 直到梦褪射了 我好想回到你 带着满身的不悔 想着你是否接纳我 却看见你张开手 在等着我 没有人能想你 无条件守着我 才明白有了你 我已足够 我终于张开自己 预复了好久的心 回到你的面前 静静脱靠在你怀里 你依止我的伤痛 提满我最深的空虚 以你不变地爱 爱我 我终于张开自己 我终于张开自己 披护了好久的心 回到你的面前 轻轻靠靠在你怀里 你依止我的伤痛 添满我最深的空虚 你依你不变地爱 爱 爱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的心啊 你未回幽梦 应当仰望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应当一无跨力 只要反思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 谢谢你 这一百二十五年来 一直兼顾着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神 我们这时候 我们还是依然地仰望你 求你施恩看顾我们 脱离不安 混乱及新型冠状病毒的侵害 赐下我们所惜的医疗 及生活的支援 加添平安 跟力量 在我们几家人的心中 使我们有正切的反应知识 及行动 不轻看疫情 也不落入恐慌 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为难的时刻 我们同心谦卑地寻求你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得到赦免跟医治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彼此扶持 因着你的爱 让我们的心灵 得到身心灵的安全感 经历 也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经历 你是我们最好的保护 主啊 谢谢你 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让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起同心阻止疫情的蔓延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你的平安喜乐智慧 在我们的医疗照顾中 我将你们交于上帝的恩典慈爱 及保护的圣手 愿全能的上帝 父 子 圣灵的恩典 在你们之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今天的周会礼拜就到这边 愿神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